看完了美女女特務 換個場景來看這位80年代 玉女歌手他叫任杰玲 這個名字對五六年級生來說 應該是印象深刻 大大的眼睛深邃輪廓 是他的特色 但是很少人知道 任杰玲有如羊娃娃般的 混血外保下 隱藏了凱克紳士 原來他的爸爸是駐台美軍 媽媽懷孕之後 爸爸隨著部隊到越南 之後音訊全無 任杰玲從一出生就沒有爸爸 缺乏安全感 渴望家的溫暖 但是感情上卻遇上了恐怖情人 差點精神崩潰 而他為何消失在演藝圈 來看看他的故事 因為本人是有那個脂肪肝 聽說一天喝兩杯黑咖啡 可以防止脂肪肝 有這回事嗎 有聽過 上節目討論脂肪肝 藝人任杰玲 不當故專家改當通告咖 不過這一頭亮藍色的頭髮 讓他特別醒眼 那我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我離職了嘛 就覺得我一定要來做一件 不太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就找了我們教會的姐妹 幫我染 他就幫我染了一個藍色的 有很多小朋友 然後他們每次看到我 他們就會叫我那個樂樂 你知道有一個影片叫做 好像腦筋急轉彎 就是有一個樂樂的 他的頭髮就是這個顏色 現在是毛怪 胖毛怪 自嘲是胖毛怪 現在的任杰玲和過去相比 身形風雨了些 二十六年前的她 可是風明五六年級生的玉女歌手 第一次相遇有太多坦坷 有沒有愛過 我們有沒有愛過 無情的世界太冷 你任性讓我在風中 在雨中 二十年後首都在螢幕前 再次唱起自己當年最紅的歌 這首歌唱進失戀者的心坎裡 也讓任杰玲擁有大批粉絲 但很多人不曉得 她大大的眼睛深邃的輪廓 其實隱藏了一段 說不出的紳士秘密 父親是美軍 然後就是去到了越南 然後就沒有再回來了 但是因為我媽媽沒有 對她來講可能是一個傷痛 所以她也沒有跟我講 那從小到大 我大概就是活在一個 就是沒有爸爸的世界裡面 沒有爸爸的世界 讓小小年紀的任杰玲 始終沒有安全感 害怕觸及媽媽的傷口 她什麼都不敢問 只能將這份恐懼 往度裡吞 而明顯和別人不同的異國外表 更使她難以對人其口 為什麼不想講 其實是因為 我小時候每個人看到我 都跟我講英文 都覺得我應該很會講英文 但我並不是 所以這個就造成了一個困擾 我因為怕麻煩 所以我就跟人家說 我是隔代遺傳 當時任杰玲的媽媽才十幾歲 就被迫獨立培養小孩 幸好外公外婆給予她滿滿的愛 媽媽更培養了她許多才藝 我記得我小時候 她就讓我學鋼琴 家裡還買了電子琴 她還讓我去學芭蕾舞 而且還讓我去學畫畫 然後還讓我去學那種唱歌 任杰玲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與眾不同 大家都很羨慕我的長相 我小時候真的很可愛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拍過廣告 是我在五歲的時候 我記得跟張立民拍過 同了 是到了這個 長大了 好像常常在路上走 都會很多人給我名片 叫我出唱片 然後或者叫我去拍廣告 那我是一個自我保護 非常良好的人 其實我基本上我都拒絕 因為我都很怕被騙 害怕被騙 任杰玲拒絕心態的邀約 但彷彿他天生註定得吃這行飯 就讀觀光科 在不同餐廳實習時 很奇怪的事 都會遇上同一位唱片公司老闆 最後一次 這個老闆帶了曹俊宏 梁洪志 跟我一起到我那家餐廳吃飯 然後我就知道說 他們公司有誰… 我就覺得好安心 然後所以我才簽約 那是一條風風溫柔的路 第一張專輯是跟另外一個男生合作 那後來就單飛 在唱片公司的包裝下 任杰玲迅速在歌壇串紅 出道五年發了七張專輯 但有別於玉女歌手的青春端莊 任杰玲喜歡挑戰 甚至大膽吃鞋子 快吃吃看 不要剝了啦 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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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咬 其實 攝影師很像蝦子 要不要吃吃看 現在想一想 覺得以前好大膽 真是不要命了 但以前就沒有想那麼多 就衝啊 就有一種挑戰 想要贏的感覺 很拚啦 變身綜藝咖 那時候的任杰玲 一天可以跑五個通告 什麼遊戲都敢玩 也賺盡大把鈔票 有一個節目跑來找我 要我穿游泳衣 就是玩游泳池的一些遊戲這樣子 是比較穿主比較酷 對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也是到了一個年紀 我就突然覺得 我還要在玩這樣的東西嗎 然後自己就腦袋也繡斗了 也不知道怎麼 反正後來就開始在躲 無法接受重口味的節目文化 加上之後和唱片公司結束合約 任杰玲的演藝事業 突然停擺 面對未來路茫茫 他把自己封閉起來 整天關在家裡打電玩 逃避現實 電動玩具裡面有很多的角色 因為電動玩具的角色 是能夠勝利的角色 你知道嗎 但現實的角色是 你就是一個失敗者 你在唱片好像你沒了 你在演藝圈好像也沒落了 好像在現實的生活上 你是一個失敗者 好像就被迫 好像你可以在一個虛擬的環境裡面 去找到一個新的自己 為了打電動 而且你可以熬夜兩天睡覺 連朋友的邀約都不處理 就每個月還是會支出兩萬塊的我媽媽 所以我最後我不夠錢 我就一直借新的卡 是一直到最後爆炸了 在循環利息不斷利滾利的情況下 兩年來他積欠了數十萬卡債 謝麗金 他是借了我五十萬 讓我去團隊的新的卡 然後我再慢慢的把錢團過來 然後後來我就在想 那我現在沒有工作 那我總是得要找工作 那時候真的也是投禮力 然後找工作這樣子 可是好像很多人就說 請不起你這樣 因為藝人身分 任潔玲找工作到處碰壁 直到2004年 機會來了 那後來我就輾轉的聽到了 他們要開台 然後我就剛好有認識一個人 那我們就請他幫我投禮力表 然後就這樣就進了 如果是男生攜帶的話 你看我們男生不是這邊 有個西裝口袋嗎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 順利找到購物台的工作 但任潔玲沒有太多喜悅 因為購物台賣的是生活經驗 對他這個只會打遊戲的宅女來說 是一大考驗 我對於東西 又是一個白痴你知道嗎 然後什麼玻尿酸 尿 尿可以拿臉上 很多的東西資訊 然後什麼左旋C 都是第一次聽到的那個時候 然後我就慢慢的學 購物台裡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任潔玲也曾為了 被要求賣壯癢藥大哭 那個時候剛進購物台 然後還有那種明星的一個光環在 然後就覺得 不是個玉米明星 還沒有結婚幹嘛 就想去賣壯癢藥 然後就為了這個就哭 我想我要怎麼講 但好不容易得來了工作機會 只能說放棄就放棄 因此任潔玲每天逼自己 學習充實 像我那時候還賣過機車 我是一個從來不騎機車的人 然後為了賣機車 我還去研究機車 因為每個東西它被造出來 一定有它的價值 一定有需要它的人 你就是要把這個東西 跟觀眾連結在一起 這樣人家就會買單 一年後他成為購物台裡 業績排名前幾名的購物專家 讓我今天介紹給大家的日本書 它叫萬能書 The Bible 來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你看現在的聖經 真的包裝得很漂亮 但我們今天只要你買聖經 我們還要再送你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 十字架送給你 這個十字架很特別 來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拿來當作鑰匙鍊 它也可以拿來當作項鍊 所以今天要把這本聖經 跟這個十字架送給你 好不好 通電話 帶回去 沒有先預演 隨口就能來一段 業績好到五年都沒有休年假 他一待就是12年 但高壓的環境 他的身體終於撐不住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真的是 胃潰瘍兩 三年 就是後來看好了 然後又胃潰瘍這樣 就壓力大到這樣 對啊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真的不是別人給你 然後我回到家 有一天 我後來回想 有一天我真的是在家大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哭 不知為何而哭的情緒低潮 任杰瘍開始害怕 好友謝麗筋建議他去看心理醫生 卻因為一場朋友的追思禮拜 接觸了宗教 讓他重新認識自己 更找到心中最深切的痛 原來我沒有原諒我爸爸 我沒有辦法原諒說 他既然生了我 可是他不知道我存在這件事情 可是那卻是影響我一生 我一生的感情 我怎麼去抓那個安全感 其實都跟這個父親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沒有父親 任杰瘍的心始終缺了一塊 讓他從小就渴望有個完整的家 我一直覺得我應該要有一個 很帥的先生 然後有很可愛的孩子 你不覺得我生孩子一定很可愛嗎 可是很奇怪到現在都還沒有 回首任杰瘍的感情錄 在進入演藝圈之前 本來有個論及婚嫁的圈外男友 雙方交往了四五年卻黯然分手 後來跟導演明京城交往 也無疾而終 但令他害怕的是這一段 照片中理著小平頭的男子 就是任杰瘍的前男友李明德 還是名電腦工程人員 因為不滿任杰瘍堅持分手 從一年半前不斷恐嚇任杰瘍 用髒話若罵任杰瘍之外 還說兩人有性愛光碟 如果任杰瘍不回到他身邊 就會召開記者會公布好騙 你決定所有恐嚇的方式都做得到了 然後就連我們都恐嚇到了 就算兩年的恐懼吧 在家裡面滿恐懼的 不敢住嗎 不敢 然後也不敢面對 可是我那時候已經在公司上班了 但是會很害怕 然後晚上就不敢睡覺 500多天的身心煎熬 讓任杰瘍精神崩潰 忍無可忍之下報警處理 可是一報警我就知道 事情一定會被拚 一週刊有一天就早上 就突然就拍了我 我覺得莫名其妙 他們怎麼知道我家在哪裡 現在每次只要Google搜尋一下 就是會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然後每隔幾年 有一個人被這樣恐嚇了 然後我的名字又會再上來 就是妳要不斷的一直被拨開 拨開 拨開這樣 恐嚇的陰影持續好幾年 透過信仰才讓這段心中傷痛 成為過去 所以現在還可以 婚姻還是有一些一些衝突 當然了 不能沒有的 所以我都很喜歡看韓劇 對 看韓劇 談談戀愛 歐巴 韓言對婚姻還是有點幻想 如今的任杰 你們活得自在快樂 更懂得享受人生 我真的長大了 我真的長大了